这个女人就要生了 那诡异的肚子 时刻在提醒着这个孩子不同寻常 接着肚子就突然小了下去 还没等母亲反应过来 一条会飞的蛇怪 就从她的嘴里跑了出来 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 她居然生了个怪物 接着那条飞蛇打开小嘴 开始吸食母亲的燃料血 于是她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她要毁灭这个蛇型生物 于是她在附近的陪同下 驾驶飞船冲进深坑 打算和蛇怪同归于尽 然而眼前的飞蛇又变大了许多 竟然带着飞船从岩浆中冲了出来 危机关头 父亲立刻打开了舱门 带着母亲逃出了飞船 可随着飞船的坠毁 蛇怪不仅没有受伤 在热带丛林的加持下 急速膨胀 已经长成了飞天巨蟒 与此同时 无神论者的方舟也登陆了这颗星球 他们意外发现了 电量耗尽的母亲和父亲 女孩也在旁边 发现了一张巨大的蛇皮 很显然是那条飞蛇 已经开始进化 他们将父亲和母亲带回了基地 准备献给他们充满电 然后下载内部记忆 一个维修工用激光 划开了母亲的腹部 准备掏出母亲的处理器 突然发现 母亲并不是普通的生化人 而是一个更高级的换领者 但为时已晚 母亲的液体 瞬间让维修工发生了变异 然后迅速领了喝饭 而母亲同时苏醒过来 指挥官连忙掏出手枪 对着他疯狂扫射 结果被母亲一个反手 瞬间就将他制服 可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是无神论者的 最高智慧科技电脑 托斯特 他和母亲都属于 同一个创造者 托斯特告诉母亲 他的六个孩子都相安无事 只要加入无神论供底 就会马上见到他们 母亲欣然答应 一家人再次团聚 坎皮恩随即又向母亲 问起了七号的情况 但母亲并没有告诉坎皮恩 自己生下的七号是个蛇怪 只是谎称 七号刚出生 便夭折了 同时母亲对无神论者 建立的供底帆之地 充满着无限的遐想 就在这天 坎皮恩爬上一棵大树上 准备摘树上的食物 这时 他发现旁边 有一窝蓝色的蛋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拿起一棵 就装进了包里 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 还特意和保罗说 别告诉母亲 可到了晚上 坎皮恩觉得 不应该瞒着母亲 还是拿出了那棵蛋 母亲用手轻轻感应 发现里面还有生命 他告诉孩子 应该放回远处 于是坎皮恩连夜来 准备将蛋放回远位 可突然脚下一滑 哭吱一声 蛋跟着碎了 紧接着身后传来 奇怪的声音 男孩连忙低头一看 竟然看到地上 一条几十米粗的尾巴 紧接着一只可怕的蛇怪 缓缓爬了上来 男孩大气不敢喘 蛇怪瞪大了眼睛 和男孩对视 母亲感觉到了危险 于是一家人四处寻找 同时母亲也感受到了 一股未知的能量 终于在一棵大树下 发现了线索 蛇怪正围绕在昏迷的 坎皮恩旁边 蛇怪见母亲发怒 竟然灰溜溜的跑了 看着地上的孩子还有呼吸 母亲悬着的一颗心 终于落下 那蛇怪慢慢飞向高空 并且发出一阵嘶吼 然而母亲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莫名的流出了营养液 另一边 大家也听见空中 传来阵阵嘶吼 看见这一幕 地上的人都害怕极了 慌忙的逃跑 躲进了保护舱 他们把父亲这家人 丢在了外面 然而下一秒 保护舱缆绳突然开始飞快地拉扯 一股庞大的力量拽着保护舱 父亲连忙冲上去想开门救人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整个保护舱都被拖进酸海中 瞬间就腐蚀殆尽 第二天一早 首领将蛇怪事件公之于众 蛇怪不仅能飞天入地 还能不被酸海腐蚀 并下令让所有人展开全面的搜捕 对蛇怪进行捕杀 父亲也接到了一项光荣的任务 任务就是带领密特拉教的囚犯们 引蛇出洞 囚犯们身上都绑着炸药 很明显是要让他们当炮灰 而母亲也深知蛇怪的强大 没了死灵之眼的她 并没有打算坐以待毙 她拿起98k便独自前往抓捕蛇怪 她来到了悬崖边 在这里看到了一团干枯的蛇皮 此时的母亲内心非常复杂 毕竟是自己生下来的 但是为了人类的安全 母亲还是下定决心要除掉蛇怪 随后她再次踏上了猎杀之旅 再经过一片奇怪的丛林 其中一个不明生物吸引了她的注意 母亲取下了身上的98k 逃不犹豫上来就是一炮子 不明的生物显露了出来 原来是人类布置的陷阱 这时基地的领头带人出现 他们也是来抓蛇的 但母亲却告诉他们 设置这种陷阱会彻底激怒蛇怪 那条大蛇十分危险 并且就栖息在山顶 让男人们赶紧离开 自己会亲手杀了她 等母亲爬到半山腰的时候 男人也跟着爬了上来 母亲伸开双臂感受着蛇怪的气息 听到山顶突然传来的怪声 母亲确定此刻蛇怪就在山顶 她准备立刻就上去 男人刚想质疑就被母亲怼了回去 说完直接开始了攀爬 终于爬了十天半个月 母亲爬上了山顶 上来后看着满地的南瓜 母亲一脸的疑惑 接着一旁传来了动静 母亲取下了手中的98k 准备亲手除掉它 就在这时 一条百米的肥田巨蟒出现了 自从生化人母亲生下这条蛇怪后 经过一年的时间 母子再次相遇 蛇怪已经长成了百米 看着眼前的亲身骨肉 母亲还是心软了 她悄悄放下武器 决定给蛇怪一次机会 她直接抓住了一只山鸡 然后递向空中给了自己的孩子 然而这么大的蛇怪竟然不是血 绕过母亲后啃食了一旁的南瓜 原来它是吃素的 母亲顿时惊喜万分 看到孩子这么温顺可爱 母亲把蛇怪带回了山下 坎皮恩看着自己的这个兄弟 也相信他并不会伤害人类 因为他发现蛇怪像孩子一样争宠 而且还吃醋了 但周围的人类却十分不满 因为他们认定 蛇怪害死过数条人命 另一边医生做检测时意外发现 那条蛇怪 它还是一个幼崽 才六个月大 如果到了成年时期 那我们这些都不够它塞亚缝 父亲也认为蛇怪是个隐患 可母亲告诉他 他检测过蛇的鳞片 发现他根本无法承受酸海的腐蚀 这说明酸海里含有着未知的生物 最终父亲只能妥协 郁闷地回到仓库处理伤口 顺手把擦燃料血的抹布扔在了骨架上 就在这时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骨架上的植物居然快速枯萎 接着骨架竟然开始一点点复原 然后再次将自己的燃料血挤到骨架上 金色的纹路果然又在继续生长 父亲开心地嘲讽母亲 骨架全身已经全部长成金色组织 甚至脸部还长出了薄膜一样的皮肤 这时他的内核也在逐渐苏醒 第二天 父亲把燃料血能刺激骨架生长的事情告诉了孩子们 然后把燃料全部倒给骨架 父亲觉得这次的燃料足够能启动骨架 可是倒完了燃料 却发现骨架没有任何变化 三人只能失望地先离开 可他们刚离开 骨架就开始疯狂地吸收燃料 酸海中突然冒起诡异的水花 水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坎皮恩正盯着漩涡出神 很明显有着什么怪物快速游来 并伴随着恐怖的嘶吼声 可坎皮恩刚回头就被生化人女孩一拳放倒 紧接着女孩就被酸海中的怪物抓住了小腿 给拽了去 看着眼前的生物坎皮恩都被吓尿了 但她还是鼓起勇气 拿起石头就朝着水怪的脑袋砸去 女孩的小腿也开始腐蚀 不过总算有惊无险 看着坎皮恩拼死保护自己 女孩开始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愧疚 可就在这时 一发子弹打了过来 原来是密特拉教追了过来 坎皮恩一边逃离一边躲着后面的射击 在这雾气弥漫的丛林里 由于不熟悉地情 突然她一个不小心滚到了山坡下 正当男人准备对她下手时 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乍现 刺激着男人的双眼 坎皮恩趁机迅速逃离 等到强光消失后 男人发现人早已不见了 很快坎皮恩跑到了营地 告诉了母亲自己刚才的遭遇 危急时刻是索尔神出现救了她 与此同时 坎皮恩带着母亲也来到了酸海边 看见了浑身被黑色物质包裹的保罗 一边的马库斯身裹兽皮 祈祷着索尔神降临救治保罗 母亲可不信这些 执意要求带保罗回母舰治疗 可却被马库斯阻拦 一把套住了母亲的脖子 直接放倒 没了死灵之眼的母亲 根本不是马库斯的对手 就要被马库斯扭断头颅的时候 一旁的坎皮恩打辅助 一把砖飞向了马库斯 母亲缓过劲来 趁机撞翻了马库斯 可让母亲没想到的是 他那双死灵之眼竟然在马库斯的体内 这才明白 马库斯的力量并不是索尔神所赐 而是来自母亲的死灵之眼 坎皮恩兴奋地催促着母亲快点戴上 母亲也没有再犹豫 摘掉了现在的双眼 吸入了自己的腹中 再次装上了攻击性极强的神机武器 微风凛凛的化身幻灵者 抱着保罗朝着天空飞去 父亲再次来到仓库 发现满地的残骸骨架也消失了 他以为这一切都被母亲没收了 就在这时门外折射一阵强光 父亲推开门一看 一个黄金圣斗士 散发着光芒漂浮在半空 原来拯救坎皮恩的 就是父亲复苏的骨架 并不是什么索尔神 马库斯在石洞里发现了一具古老的怪物 怪物身被一层蛇皮覆盖 身上还挂着密特拉教的徽章 马库斯随手拿来放在了口袋里 当他正要触碰怪物的时候 怪物居然猛的惊醒 这下马库斯脖子上的牙齿开始闪烁 惊魂未定的他连忙扔到一旁 只见牙齿化作一阵青烟飘向怪物 怪物瞬间恢复了活动 刚被母亲夺走死灵之眼的马库斯 已经没有胆量再待下去了 但为时已晚 怪物一把拽住了他拖了回去 但怪物摔不过三秒 就被马库斯一抢崩了 与此同时 被黑色物质包裹的保罗 被遗弃从培养槽中拎了起来 医生通过和机器人的交流得知 黑色物质属于六号变异体 水质具有很好的疗效 医生寻找到了解救保罗的方法 不过水质通常生活在酸海里的怪物体中 于是他带着坎皮恩来到酸海边收集 等布置好机器后 他们躲到了远处 紧接着酸海中一头尖嘴猴腮 长着鱼尾的怪物爬了上来 坎皮恩找准地方扔了一颗迷雾蛋 怪物竟然深深吸了一口 云了过去 医生让坎皮恩躲在原地 独自一人来到怪物身边 压住昏迷的怪物 取下附着在他身上的变异水质 装到早就准备好的容器里 突然怪物被惊醒过来 将医生掀翻在地 二人开始了气势上的较量 坎皮恩也在一旁打辅助 怪物吓得慢慢后退 一头扎进了酸海中 回到实验室后 医生把抓来的水质 全部放在了保罗的身体上 希望能起到作用 另一边 两个孩子来到仓库找父亲 遇到了父亲复活的远古生化人 生化人戴着面罩 散发出冰冷的气息 小黑看着后趴了起来 只好先行离开了仓库 可女孩却像是被干扰 对视着生化人 突然生化人的面罩上 闪现了一个婴儿的影像 他摸了下腹中的胎儿 便惊慌地跑出了仓库 可他并未将这种奇怪的景象 告诉小黑 等到第二天 坎皮恩也来到了仓库 发现了远古生化人 生化人再次面对坎皮恩 突然奇迹般地伸出了手 坎皮恩在懵懂的情况下 触碰了生化人 生化人像是被某种方式启动了 嘴里还念着 尼特拉教的上古语言 紧接着浑身散发出了金色的皮肤 女人刚在海边生了孩子 身后就出现了一只怪物 张开双臂 想要抢走孩子 女孩当然不肯 怪物直接伸出了魔爪 酸海的腐蚀 让女人不得不松开孩子 可奇怪的是 孩子接触到怪物 却没有被腐蚀 只能无助地看着怪物 把孩子塞进了自己的胸腔 等小黑听到嘶吼声赶来 怪物一转头 迅速跑进了酸海里 自从女人接触过远古生化人后 她肚子里的孩子突然快速成长 预产期大幅提前了 还有两天就要生了 可女人并没有做好准备 让母亲监督着自己生产 于是她像是被某种神秘干扰 一路指引着 忍着疼痛来到了酸海边 她在一块冰冷的岩石上 产下了婴儿 她先将孩子的旗带咬断 但孩子的哭泣声惊醒了海底的怪物 洞口出现了一股水漩涡 一只怪物快速游出洞口 女人还不知道危险 接着一个魔爪伸了出来 这时她才感觉到身后不对劲 怪物身上的酸水滴在石头上 发出滋滋的声音 等她扭头一看 这才发现开头的一幕 与此同时 寻找坎皮恩的母亲 无意中走入了仓库 发现了父亲的上古生化人 在知道她能自动运行之后 二话不说 就要换上自己的眼睛 坎皮恩急忙置止 告诉母亲 这就是当初救自己的人 接着坎皮恩不顾母亲的劝阻 再次启动生化人 母亲担心生化人会威胁到他们 装上了神级武器 直接开启了死灵状态 飞向空中 开始向生化人正面交锋 很快 上古生化人的面罩就出现了故障 虽然是远古生化人 但是依然抵抗不了母亲的强悍 就这样倒下了 通过检查 母亲意外地发现 她和自己一样 头部都装有黑暗光子处理器 具有很大的威胁 禁止让孩子们接触 需要研究后再做处理 另一边 医生背叛了母亲 带着保罗来到了山上 帮助马库斯激活了太阳神的圣物 竟然惊动了山洞的巨蛇 巨蛇开始焦躁不安 母舰内的其他人 也全部被巨蛇的嘶吼声惊醒 坎皮恩连忙朝着山洞跑去 发现巨蛇围绕着柱子 不停地撞击着山洞四周 坎皮恩意识到蛇怪的异常 便上去安抚巨蛇的情绪 但巨蛇却向坎皮恩发起了攻击 正在研究远古生化人的母亲 也感受到了七号闸门传来的警报 医生这边眼看就要完成操作 不过由于机器超负荷停止了运转 巨蛇也随之安静了下来 母亲也迅速来到了山洞中 她看着瑟瑟发抖的坎皮恩 忍不住向蛇怪破口大骂 巨蛇也缓缓地低下了头 开始向母亲认错 母亲伸手抚摸着她 不再责怪她 毕竟才六个月大的孩子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保罗因为生物的事情无法入睡 在医生唱着密特拉摇篮曲 哄睡保罗时 万万没想到 生物居然神奇地打开了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医生第一时间拿了过来 原来是一颗种子 没想到种子却迅速融入了她的手心 接着身体就像被什么附体 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前走 跌跌撞撞地来到一个地方停下 身体开始抽搐 疯狂地在地上拼命地跑土 第二天保罗缓缓醒来 惊讶地发现 生物被打开了 不远处还有一棵一叶长出来的大树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生命之术 保罗兴奋地叫醒了熟睡中的马库斯 他们来到了神树面前 马库斯捡起地上的果实 打开一看 很是新鲜 细细地品尝了一口 这时发现 神树在吸收着地上的生命之源 他疑惑地走上前 用手搭在了上面 这时马库斯流下了眼泪 原来这是妻子用自己的身体 培育出来的生命之术 而保罗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妈妈 才明白妈妈拼命地刨坑 实际是把自己当作肥料 基地里 母亲因为没能保护好新生命 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父亲转移了话题 询问医生和保罗的情况 结果来到房间一看 两人早已不见了踪影 索尔神的圣物也不见了 通过他留下的影像得知 原来他早就背叛了自己 这让母亲积极败坏 开启了幻灵状态 在空中搜寻马库斯等人的行踪 发现了不远处的生命之术 母亲带着疑问走向这棵奇怪的大树 他抚摸着圣树 感受到了医生的心跳 但母亲还是不明白 医生为什么要听从索尔神变成了大树 虽然医生背叛了自己 但长时间的相处 母亲对医生还是有感情的 另一边 保罗拉着几个沉重的箱子回到基地 打开之后 竟是生命之术的果实 并告诉人们 这是新找到的水果 检测过可以放心的食用 很快人们都对这种水果开始狼吞虎咽 远处的马库斯看着人们分食妻子的果实 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原来这是马库斯的实验 目的是让人们吃完果实后 能成为密特拉教的信徒 等母亲回到基地后 发现人们都在吃生命之术的果实 他担心果实有问题 所以母亲及时阻止人们继续拿果实 就在这时 巨蛇撞击着铁门 发出了诡异的嘶吼 母亲挤拉着剩余的果实 来到蛇怪栖息处 然而蛇怪看到果实后 更加的暴躁 母亲仿佛明白了什么 开始后退 蛇怪一把冲破铁门 同时撞到了母亲 连同箱子和果实 一并吞入腹中 然后扬长而去 母亲不明白 蛇怪为何要这样 心里充满了疑问和不安 而马库斯和保罗刚回到根据地 便听到了通讯器传来异响 从里面隐约听到是妻子的声音 像是给他们要传递什么信息 接着生命之术急速收缩 开始合拢 父子俩监控地看着眼睛的一切 然而后面更恐怖的声音传来 众生一直以来 扮演小可爱的巨蛇 马库斯看着蛇怪飞向生命之术 在树上飞速盘旋 终于理解了妻子传递的信息 但让保罗赶紧躲好 而他立马捡起火把 想要点燃生命之术 但为时已晚 蛇怪从天而降 张开血泵大口 硬生生地要吞下整棵大树 随着身体慢慢蠕动 整棵树被蛇怪吞入腹中 蛇怪头部开始闪烁火光 紧接着大树被连根拔起 蛇怪也突然全身蜕变 开始进化出无处触角 长出翅膀的同时 嘴角还放出树道闪电 马库斯拉着保罗连忙躲了起来 就在蛇怪靠近他们的时候 母亲化身最强死灵战士及时出现 看着变异后的孩子张牙五爪 已经不再是那个 只是南瓜的孩子了 母亲犹豫片刻 还是发出了致命的声波攻击 但声波却不受控制的收回了 看到母亲竟然会对自己动手 蛇怪也没有心思手软 暴露了野性 一声蛇叫释放出狂暴的能量 将无敌的母亲轰出百米 直接被打下了深潭 等马库斯和保罗发现他时 他已躺在地上停止运行 他们把母亲带到坦克上 接通电源让母亲重新开机 在马库斯的学问下 母亲终于说出了蛇怪的真相 自己被索尔神的声音所操控 所以生下了这条蛇 而声音母亲 程序会优先选择保护孩子 这也是母亲无法伤害蛇怪的原因 因为蛇怪吞掉了变成生命树的妻子 马库斯也转变态度决定帮助母亲 现在也只有母亲才能除掉蛇怪 于是母亲找到了远古生化人 重新修改程序 并向他询问了这种卡片的由来 原来卡片是由远古时代的技术师所创造 而且他们的使命 也同样是保护人类永续长存 密特拉教的索尔神 就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他们利用生命树将蛇怪武器化 然后让蛇怪毁灭这颗星球 至于原因 远古时期的人类 用了百万年的时间也没有解开谜团 对于母亲要修改程序的问题 远古生化人建议 将自己的面罩移置给母亲 就可以阻断程序 做出对人类有利的决定 索尔神在母亲体内种下了蛇怪 然后又控制一生成为圣树的养料 但时机成熟 控制蛇怪吞下圣树 将蛇怪武器化的目的是为了毁灭星球 而在远古生化人读知 女孩要生产 控制孙海水怪想走孩子的目的又是什么 故事开始 父亲带人在海边寻找被怪物抢走的孩子 他们将无人侦察机改装成了潜水器 但还是无法长时间承受孙海的腐蚀 这时搜寻小队抓捕了一个深海水怪 但经过父亲的检查 这是一只吃了很饱的雄性生物 并不是带走孩子的那一只雌性 女孩就此心切 直接用匕首划开她的皮肤 打算用来包裹住潜水器进行深海探测 小黑将潜水器放进酸海中 在父亲的操控下 潜水器顺利地进入海底 可是没过多久 就被海底的水怪破坏 失去了信号 潜水器也返回了海岸 可坎皮恩来到海边后 发现潜水器被人拿走了 等追上去的时候 才发现是她朝思暮想的小美 走近一看 原来小美已经容貌被毁 接着其他人也找到了这里 黑美一脸惊恐地看着小美 对她破口大骂 只认她是杀人机器 亲眼目睹她杀掉了 所有蜜蜜蜡辣椒的信徒 自己也差点惨遭毒手 小美却一脸无辜地解释道 他们将自己毁容 甚至想毁掉自己 这才激活了自我防卫 引起的杀戮 父亲听到这些 就要把她送去实验室 关机检测系统 这时小美说出了孩子的下落 声称在不远的海洋生物石洞中 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一听有孩子的信息 不管是真是假 立刻让小美带她们前去寻找 在小美的带领下 她们来到海边的一处洞穴 女孩就自心切 不顾众人阻拦 率先冲了进去 在一个漆黑的山洞中 父亲走上前揭开一看 原来这是海怪死去的孩子 女孩母性泛滥 将她盖住之后离开了这里 出来后 除了砍皮炎 大家都认为被小美欺骗了 父亲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打算关掉小美 看见大家都不相信自己 小美一把推倒了一旁的小黑 并迅速爬上悬崖逃离 坎皮炎担心小美的安危 一路追了上去 就在这个时 天空电闪雷鸣 伴随着恐怖的尖叫声 巨蛇带着闪电光波驾到 直接命中了父亲 坎皮炎则战战兢兢 起身继续寻找 发现了被蛇怪烤交的坦克 在坦克里找到了小美 小美同样也被蛇怪的死灵怒吼袭击 系统严重受损 小美觉得蛇怪的目的是坎皮炎 或许是闻到了她的气味 两人只好拉上舱门 等待蛇怪离开 果然没过多久 蛇怪不再继续狂轰乱炸 离开了 等父亲再次醒来 竟然发现自己完毫无损 并将蛇怪的神势告诉了他们 只是蛇怪刚出生时 没有办法除掉它 这时洞口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他们循着声音再次走进了洞穴 当他们走进一看 三人被眼睛的一幕震惊了 只见一个雌性怪物 怀中抱着孩子 正在给他喂奶 女孩看到这一幕 心一下子软了 立刻阻止了准备开枪的父亲 此时的孩子把怪物当做了母亲 这或许对孩子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为每当看到孩子 就会想到那个侵犯他的男人 但这是女孩自己做的决定 父亲也无权干涉 可小黑已经神经错乱 无法忍受孩子被怪物抚养长大 他直接击毙了怪物 并把孩子抱了过来 但女孩还是没有做好准备 无情地转身离开了 到基地后 远古生化人建议母亲移植她的面罩 就能阻断程序 做出对人类有利的决定 从而除掉变异蛇怪 母亲为了捍卫殖民地保护孩子们 眼下也别无选择 决定相信远古生化人 一切准备好后 面罩缓缓被拉起 远古生化人首次露出真面目 父亲看到她和自己同样的肤色 不免有些情绪激动 接着父亲操控着面罩 成功将面罩移植在了母亲脸上 此时的母亲看起来毫无感情 在父亲的关心询问下 母亲明白自己的使命是保护人类 还有除掉蛇怪 然而此时的蛇怪还不知道自己的大难临头 还在一路追着坎皮恩 朝她发出了死灵怒吼 地面上的草木瞬间化为灰烬 面对如此强悍的威力 坎皮恩只能拼命而逃 此时准备救虚的母亲 化身换灵者快速飞来 这时的坎皮恩已经跑向了孙海附近 眼看蛇怪离她越来越近 但她并没有选择攻击坎皮恩 像是在调侃坎皮恩 从她的头顶飞过朝着孙海飞去 然后转过身来 眼神对着坎皮恩 朝着孙海鲜喜惊抛嗨浪 森水溅到坎皮恩的身上 坎皮恩却并没有受伤 蛇怪像是在传递什么重要信息 就在这时 空中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而蛇怪也感应到了母亲的召唤 一路朝着空中飞去 母亲带着她一起升到了万米高空 转眼间来到了星球之外才停滞 然而蛇怪还没有意识到 母亲是来除掉她的 伸出了所有的触手 触手慢慢缠绕住了母亲的四肢 紧接着从嘴里伸出长长的舌头 想要吸食母亲的燃料鞋 但母亲早已将吸口给密封 就在她准备想收回触手的时候 却被母亲一把给抓住 已经没有感情的母亲 毫不犹豫地发出了加强板死灵怒吼 天空出现一道刺眼的光芒 就连保护星球的超能屏障 都被干碎了 蛇怪也从万米高空急速下坠 结束了她六个月短暂的一生 坎皮恩看着母亲也从空中飞了下来 才知道母亲已经重伤了她 紧接着在蛇怪痛苦的嘶吼中 母亲取出了蛇怪眼睛里的核心 坎皮恩对此很不理解 因为她知道蛇怪是母亲的孩子 对如今没有任何情感的母亲 坎皮恩感到陌生 这样两人的关系出现恶化 母亲将蛇怪召唤到了外太宫 使用加强板死灵怒吼将蛇怪击毙后 同时也破坏了保护星球的超能屏障 气温骤降开始下起了血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神兽的树干从蛇怪的体内钻了出来 紧接着破体而出再度复活 小黑救回孩子后 把他放到实验室进行检查 意外地发现孩子吸食酸海生物的奶水 身体发生突变 手也开始激化出雨漆 不过很快就被医疗机器手术给矫正过来 母亲回到殖民地后 将蛇怪死去的消息告诉了父亲 父亲希望母亲尽快取下面罩 以免引起突发事故 可母亲却说等事在平级后再取下面罩 并选择暂时待在母亲上 母亲担心地下埋着更多的神秘盒子 她将生命术卡片交给父亲 务必让孩子们了解敌人 并让父亲和远古生化人一起照顾孩子 蛇怪被灭后 居民们开始庆祝 放弃了久违的烟花 小妹妹在放烟花的时候 突然地面被炸出了一个土坑 跑过去一看 居然又是一个神秘盒子 幸好被远古生化人冲过来一把夺走 转手交给了父亲 这说明地下埋着很多这种盒子 随后父亲带着远古生化人回到了营地 并向孩子们展示了生命术卡片的影像 神秘盒子可以储存种子 人类只要触碰到种子 它就会迅速融入人体 身体就会不受控制的拼命跑坑 然后种子就会破坏人的身体构造 变成了生命之术 一群神秘人在一旁围观 这让孩子们看得目瞪口呆 原来这颗星球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循环 才导致星球的原住民退化成酸海生物 深夜里 基地内出现了神秘人打伤了首位 偷走了惩戒员的头盔 那是索尔神的古物历史悠久 起初母亲怀疑是马库斯所为 但在交谈中得知 可能是索尔神又通过声音控制人行窃 同时马库斯也察觉到了面罩的诡异 劝母亲摘下面罩 接着马库斯来到保罗房间 保罗正在研究妈妈留下的数据发现 索尔神利用生命术突破热带区的电磁场 将巨蛇5计划 也就是说 讯号可能就藏在神庙的地底下 叶里马库斯独自离开了基地 来到神庙的洞口 准备进入洞穴探个究竟 可他刚进入笼子里 就被躲在暗处的神秘人寄宋 开始昏倒在地 第二天 父亲和远古生化人带着孩子们 在酸海边开始搜集食物来源 而母亲在基地中观察了他们 就在这时 母亲从坎皮恩的话语中听到 坎皮恩想要进入酸海中生活 并发现他皮肤已经开始适应酸海 救回来的孩子也因为吸食海外的奶水 手掌长出了鱼鳍 再结合远古生化人的笑容 母亲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想要取下面罩 可已经来不及了 母亲戴上面罩击毙了蛇怪 却没想到遭到远古生化人的暗算 面罩开始突然向下延伸 逐渐覆盖了他的全身 任凭母亲如何挣扎 都无法挣脱开来 母亲被残茧一样包裹住 失去了行动能力 接着远古生化人走了进来 打开了休民舱 他告诉母亲 面罩已经吸取他的力量 已经不再遮蔽母亲的情感 然后用激光割开面罩 管过谁的母亲才得知 他的真正目的 原来远古生化人嘴里的人类 永续长存 就是想让人类退化成酸海生物 回到酸海之中生活 这种做法让母亲难以接受 但此时的母亲在她面前 就是个孩子 已经无能为力 远古生化人对母亲承诺 等所有人都成为了酸海怪物 索尔神将会继续沉睡 那时才释放母亲出来 母亲的意识开始被放逐到虚拟世界 纵使喊不喉咙也无人听见 此时的星球已经大雪纷飞 母亲突然失踪 让家人们开始感到不安 父亲询问远古生化人 但他却装作遗父 若无其事的样子 由于星球气温骤降 基地的人们陆续用礼物换取衣服 远古生化人也赶来凑热闹 表示天气寒冷 基地的人们会长期待在房间里 所以给殖民地的家家户户 分配一些立体投影游戏 可以保护脑部 不受索尔神入侵 这也是远古生化人为人类成为海怪提前做准备 等马库斯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倒挂在生命之树上 原来是他曾经的手下鲁修斯 也被索尔神的声音所控制 来惩罚背叛索尔神的马库斯 对于马库斯认为索尔神是邪恶的力量 鲁修斯还是给他套上了惩戒员的头盔 然后坐等马库斯流干血液 过了十天半个月 鲁修斯便摘下了他的头盔 保护骄傲的马库斯没了生命迹象 鲁修斯这才满意的走开 可在下一秒却发现了不对劲 转过身一看 马库斯却不见了 这诡异的一幕把他吓坏了 接着天空落下了血液 等他抬头一看 索尔神附体了 但这颗星球仅存的人类 都退化成了酸海生物 索尔神失败后再次沉睡 又过了百万年后 无神论者再次派遣了父亲和母亲 来到这颗星球反映人类 他们也挖出了巨型蛇怪的骇骨 索尔神也再次苏醒 密特拉教与无神论者的大战 也在这颗星球无数次循环